前面我们讲了一些关于角色相关的内容 之后我们还会深入讨论 深入研究技能等等 还有这一个伤害 现在我们先看一下这一个场景的一点点入门 什么东西呢 第一个东西 阻挡体积 有的时候你可能需要 不让你的玩家进入到某个区域 你就可以使用一个叫做 创建里面有一个体积阻挡体积 然后这个阻挡体积的作用 就是它能够让你过不去 比如说这个边界 为了不要你的玩家掉下去 你就可以把它给挡着 可以把它挡着 这样一个阻挡体积 我们可以往这边看 就这个地方 你看就过不去了 这个地方就过不去了 当然大多数情况下 我们还是得需要使用静态网格体去主导 这样子会更加自然一点 比如说这个场景 我们就可以来一个山 把这个口就给堵了 你看把这个口就给堵了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过不去 好这个山你可以看到 实际上就是岛 岛翻过来 漂浮的岛屿翻过来 就是一座山 为了让这一个山看上去没那么重复 你可以复制粘贴多份 然后稍微变化一下 这个形态 变化一下大小 变化一点的形态就好了 通过这种方式 也可以来阻挡你的玩家进入 你不需要他去的这个地方 好 这个还比较简单的阻挡体积 我可以 对 对